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來到第十一日 今天我有救援物資 聲音 我會為隔離房而感到傷感 因為它即將會被我轟炸至死 另外我還有一個救援物資 就是 吸塵機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盡情做清潔了 不知為何酒店這麼沽寒 是給我一個枕頭套 就是我一個人 但其實這裡明明有兩個枕頭 不要緊 我有層樓 所以我已經再一次 樓乾淨淨了我的房間 這張床 所有的皮鋪和枕頭 就好了 就好了 是 我已經是很想要去的 真的 這張床 誰是最喜歡的 這張床 就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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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